向世界 咱家的風水 作詞 作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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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也是初三喔 這個初三在《易經掛》來講 術是火天大遊,金玉滿堂 大有說獲,人來到世間上的目的 是為了來世間上第一次序言 下來要洗緣 接下來要結未來生的緣 第四要知恩 是來感恩 是來報恩 就是這六方彌合 人來到世間上短短幾十年之間 更重要的 還有一點 體驗人生 來了除過氣生的業障 還有圓滿 每個人自己列在心靈世界 生生世世無量節以來 我們的願力 我們是來圓滿我們的願力 所以人生在世間上就是火天大遊 大有說獲 若是我們能夠依照做人處事的本分 盡力而為去做 盡力而為去做 努力去做 無所不幫 在風與水之間 滿三千大千世界 所有的精靈流裡 都是在風與水之中 任何一件事情 任何一件寶物 也離不開風與水 所以風水的正義 我們了解了以後 你會發覺風險不可忽略 在我們生活是愛心團 去看到一家的住家 結果他全家都歪一邊 而且歪的歪同樣一邊 原因在哪裡 房子後面 人家兩棟蓋好了 結果中間一個黃火象 就往房子後面一邊 一沖的話 全家的腰酸的腰酸 腰酸同一邊 結果歪歪了 你再什麼藥吃什麼藥 也都沒有效 他就來請示 王產老祖鬼谷先師 那我跟他說 你先登記愛心團 去幫你看一下 我回來了 我就可以幫你解除 這個煩惱 看怎麼能解除 結果圖畫回來了 相照回來了 就是後面一條路沖 沖到後面來 想沖 這個就是風水的法則 所以各位實王善知識們 風水我們可以去否認它 但是呢 我們永遠在風水裡面生存 否認不了 所以我們 昨天開始要講風水真經 風水真經 能夠帶給整個社會 更祥和 風水真經的內涵 可以帶給我們整個全民 大家能夠 趨吉避凶 我們是趨吉避凶 不是要講求 我怎麼樣來花大財 花大財是從努力中所得來的 花富花貴的 從努力行功利得 我們才能得到 但是風水的法則 本來就具足在那邊 你不理它也不行 在前一段時間 我們愛心團去看過 一個家庭農人 他原來他的經營的 萊芽 還有農作物 收成很好 因為他住家前面 是他的萊芽 果子園 他為了 要用那個水 然後噴霧 就農藥 他就向出去的湖邊 就去蓋了一棟 高高的 他主動噴農藥了 一個水塔 結果一蓋下去 那一年 他家的人大個來 會開花 結果平常這麼大 結果是這麼小而已 那一年真的虧了一塌無圖 聯繫已經虧了四五年來了 後來 來請示老祖 告訴他說 你的白斧被那個水塔拿掉 趕快拿掉 拿掉的時候 你就會漸漸的 來啊 小力會變大力 可惜現在 還沒有按照這麼去做 那也是他的福德英聯 我們任何人也改變不了 他一直為了這些 要把它打掉 要花十幾萬 原來花十幾萬 現在打了要花十幾萬 還不來 我說 你下去了收成不好 你一年多少呢 一年如果正常收有一百多萬 那麼好啦 你一百多萬 你這不正常收多少 十萬塊也收不到 人家不要 那你去斟酌嘛 到時候還沒改 已經一年半了 所以人要有智慧啊 今天來問了還有什麼方法 天底下絕對沒有說不老而獲的 你要得 要先施 要先布施 這就是風水的法軸 所以我們今天傳這個風水 我們不是在談迷信 我們在談大自然的平衡法軸 若是我們離開自然的平衡法軸的時候 那你是天先 你也沒辦法去違背你的整個自然的法軸 所以我們今天呢 好呢 繼續來講風水真經 那我們現在就講開經 開經呢 記了 我們的自新歸命旅 大樓道長上線先鋒 弦弓動作補造化陰涼之書記 道學高超得天人性命之密 好 這是在讚嘆鬼谷先知 讚嘆王蟬老族 他的得 好王蟬老族 他的慈悲 和讚嘆鬼谷先知王蟬老族 他就是不吃勞 他來到世間上 廣傳廟法 弘揚廟法 目的是希望大家能夠趨距避凶 目的是希望大家能夠過得和諧安定的生活 這是我們人生最寶貴的火天大遊 略經是大學 大學在略經危險性 各位朋友 各位失望善知識 我們在世間上修行 或是智慧的開發等等 我們分了很多家 也有以宗教的立場來弘揚這個廟法 也有以各種不同的立場來弘揚這個廟法 開發每個人的本性和自性 開發每個人的覺性 那麼目前我們在世間上所流傳的 大家所知道的有儒家 有儒家 佛家就是釋迦 儒是道儒家 佛家 道家 還有法家 還有嬰娘家 無論 哪一家 到最後歸納 都是為嬰娘家 嬰娘家 從我們沙婆世界 沙婆世界 到極樂世界 沙婆世界是 嬰 極樂世界是羊 也是嬰娘家 那麼你要到極樂世界 你必須要有法 叫做法家 你怎麼去 只有練佛 是最好的方法 拉摩阿彌陀佛 拉摩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是我們每個人的本性 還有道家 儒家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無論哪一家 都離不開嬰娘對待 善惡 都對待 阿彌陀佛 你一個人 當我們絕處 的時候 我們希望找到一個 逢生之路 叫做絕處逢生 所以各位 十望 善知識們 好 我們在世間上 都有很多的古聖先賢 他們留下來好多好多的妙法 那麼今天咧 我們所要談的 也是佛家 也是儒家 也是道家 也是法家 也是陰陽家 風水是屬於法家 也是陰陽家 也是道家 也是佛家 也是儒家 因為風與水 任何一個家 他都離不開著風與水的 好 給我們的生命 給我們的活力 這一點呢 大家要有這一點的認知和認識 好 那我們現在繼續來看風水真經 風水真經 這是一條真正 讓我們在環保水 環境水等種的諸華 能夠達到 從不安到安 讓我們能趨吉避凶的 一步經典 一條路 有人說 這個經啊 是佛所講的 沒有錯 佛意思就是智慧的 有智慧的人 智慧者所講的 覺悟者所講的為經 一條路 從不安到安 從不健康到健康 從不平安到平安 等等的 都是經 那我們有商業也有商業的經 經營各種各種的 藥師也有藥師的經 好 我們的古聖先賢所留下來的 各種都是經 他的經驗 他的經過 他的過程 好 然而達到心安 達到成功的境界 都屬於為經 那麼我們風水真經 風與水 是我們達到生命 得到生命延續 讓我們身體健康的一條路 也叫做真經 也叫做風水真經 那麼這幅真經 是鬼谷先書王產老祖所開始的 所以開始呢 我們這部經要講以前 我們要去讚嘆鬼谷先師 他的大職大悲大智慧 誰叫大樓道長 上界鮮龍 神功動作 不照化陰涼之事蹟 好 道學高超 得我天人性命之秘 道學高超 風水學 道學高超 鬼谷子 鬼谷先師 他的道學 是高超 他是客觀的 他的客觀 不與眾生計較 但是一心一意 要讓眾生得到和諧 得到調和 得到平安 這是鬼谷先師 他道學高超 他修道了 他成就以後 他心量的寬廣 我們要學鬼谷先師的信量 不像我們現在 社會上很多 專利的申請等等 如果你稍微有一點點 跟他一樣了 你就告他 告了一塌糊塗 你還沒告人你就倒 所以很多人 這個不是叫發明 是發現 宇宙間本來就具足了 我們不是發明 所以現在很多法院裡面 為了什麼專利 為了什麼版權 大家告來告去 真的看得很可憐 很可憐 好啦 現在一部最大的經典 都沒有人告大家 就是佛經 佛經那麼多 大家拿去印拼命印 但是佛祖也沒有出來告的 告大家 大家心態版權 所以他是道學高超 他是心量心靜已經寬廣開朗起來了 所以是道學高超 都天人性命之秘 天人性命 你就得到 俗法界 俗王法界 聖神眾等 他們對於眾生的關愛 對於眾生生命的尊重 這一種心啊 得到很不可思議的見解和慈悲 那我們應該好好學 鬼谷先師 王產老祖 他的心量 道學高超 道學高超 這要從精進去研究 心量實實打開來 來 世界上都就是要學習 都學習的時候 即使你一時的逆境 那麼 你也能夠得到 從逆境中得到的經驗 這到最後的結果 也是道學高超 所以我們鬼谷先師 他今天來倒駕駛行 傳這疫情風水寺廟法 我們是一個真正 我們向老祖來真正 各位師王三知識 各位朋友 鬼谷先師王產老祖 鬼谷先師 他的本名叫做王宇 在世間上 他的本名 署名是我姓王 名宇 在他修道的過程之中 他在雲木山裡面修行 自號為鬼谷子 鬼谷子不是人 鬼谷子是法 是我們每個的內在心靈 身世的佛性 內在心靈身世的法 都叫做鬼谷子 那在天界 他曾道了 悟道了 得道了 他將世間上很多的法 和天上很多的妙法 傳給大眾 叫做先師 他叫做先師 鬼谷先師 那麼鬼谷先師 他那本來 本來面目 他在天界 是在太極天 叫做王禪 叫王禪 王禪 王禪老祖 他的果位也非常的高 他的果位 他在佛家來講 他也是一個佛的境界 但是鬼谷先師 他從來沒有說 他是佛啊 什麼都沒有說 他只是告訴大家 我們要體悟到人生無常 趕快修行 沒有時間再浪費了啦 行功利得 做好事 說好話 想好的事情 一直在告訴我們 從做外面去努力 然後呢 告訴我們生活環境學 叫做風水的法則 那麼我們現在繼續來看 風水真經 這個開經濟的前頭 銀夢三頭 煉丹材藥水煉 洞裡洗水 花卯正經鋼不壞之聲 修意境長明之性啊 銀夢三 銀夢三咧 在中國大陸 荷蘭 齊縣 叫古曹哥的西邊 還有一個叫銀夢三 但是在大陸好多地方 也都叫做銀夢三 那真正鬼谷先師 他的修行的本齡 就在荷蘭齊縣的銀夢三 好我在九年前 就到銀夢三去拜訪 去那邊朝聖 好那在那 當走到那個地方呢 印象非常的深刻 好像曾經在這裡修行過 所以我對銀夢三的感情呢 非常的貼切 對銀夢三的感情呢 非常的深厚 很濃厚 然後銀夢三 他的海拔不高 將近五百公尺 將近五百公尺而已 他前面遙望的是 中國大陸 華北平原 看到的 日本去的 好這個氣勢 非常非常的雄偉 然後銀夢三呢 好裡面有一個 叫做青溪 好銀夢三裡面的青溪 這個水長年不斷 在山上那麼高 但是呢 水源從哪裡來呢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 好 讓我們去思考的 尤其呢 銀夢三有個水連洞 銀夢三的水連洞呢 他的洞深有八十公尺 好一個圓圓像桃子似的 那麼他的深度呢 有八十多公尺呢 然後呢 下面有一個洞 又轉到裡面去 每年的八月五號到八月十五號 好這十幾天呢 然後不知道從哪裡來水 從水連洞裡面呢 那種水差不多 將近有四十到五十高的水 嘩 一直一直出來 也沒有下雨 也沒有什麼 但是每年的中秋呢 國立啦 國立的八月初呢 就開始從那裡湧出泉水 這個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議的一個好地理 所以本人每年都要到銀夢三去朝聖 好 了解到銀夢三他裡面的內涵 究竟這個水是怎麼樣來的 很稀奇啊 很稀奇 好 鬼谷先師就在銀夢三裡面修道的 他門下地址有108位 比較出名的 蘇秦 張宇 何仲連衡 順病 旁捐 還有毛蒙 徐 毛睡 好 等等的 有幾位非常出色的 鬼谷先師的門下地址 所以當時戰國呢 戰國七雄的時候 大家聽到說鬼谷子的徒弟 在不高興的時候 那些大王國王呢 心裡就很擔心 到底又觸犯了什麼天條 觸犯什麼樣的因果 所以鬼谷先師 因為他的道衡道學高超 他是一個大策大悟的覺悟者 過當時的諸侯呢 對他非常的尊敬 好 在銀夢三頭練丹彩藥 練丹 鬼谷先師 當時在銀夢三呢 在那邊練丹彩藥呢 練什麼丹 就是妙法 真理 修行就是練丹 彩藥是什麼呢 彩藥是廣結十方元 為眾生解除煩惱 為眾生解除痛苦病苦 那是他的練丹彩藥 在水連洞裡 洗水滑毛 就是要洗淨眾生的業障 洗淨眾生的苦果 苦運苦果 和鬼谷先師多慈悲 多慈悲啊 所以經文中 告訴我們的 一夢三頭 練丹彩藥 水連洞裡 洗水滑毛 正金剛不壞之身 那鬼谷先師呢 那告訴大家 有一個金剛不壞之身 就是我們的靈魂 我們的生命 是永永遠遠 永永遠遠的存在 不生不滅 是永恆的 時間的關係到這裡一個段落 繁星山裡 大家找到這兒 coat 一遍 來年兩截 好三二十一 目前為止 動致的手 一首歌 稍為共賞 選舉 一首歌 演唱中国 by bwd6